在最近几天呢,有不少的粉丝朋友在后台留言道 关于在2023年种植哪些药材市场需求比较大 而且能够长期发展的 那么咱们今天的GG识别呢 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就在2023年重点发展的几个中药材种植 在这几个中药材种植当中呢 可以说大多数的适合南北方来进行发展种植的 而且一亩地的收入最低的话达到两万多块钱 高达十几万 如果屏幕前的朋友你想在2023年种植中药材的情况下 那么咱们今天的节目视频你要耐心的看完 大家好,这里是三诺雷克 那么以下分享的这几个中药材种植 屏幕前的朋友你如果感兴趣的情况下 跟随我的镜头咱们GC往下看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在2023年重点发展的其中的五个中药材种植 这五个中药材种植呢 可以说产量啊 包括收入啊 总体来说都是非常的不错 咱们呢 首先先看第一个 那是毛瓷菇 毛瓷菇可以说目前它的市场价格都卖到了一千多块钱一公斤 而且野生资源呢可以说越来越少人工种植正是时候 可是呢 种植毛瓷菇适合种植的地方并不多 数量特别少 所以说目前还属于一个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呢 刚才也和大家说了 毛瓷菇的市场价格目前还属于一个一路飙升的一个状态 并且呢 也是比较稳定的一个价格 根据实际种植毛瓷菇一亩地的净收入啊 基本上能够达到十万元左右 接下来咱们再看第二个中药材种植 那是五味子 五味子可以说各地都有别的名称来进行称呼 有的地方称之为五梅子 汇籍 三花椒 状味啊 可以说每个地方称呼都是不一样的 不知道屏幕前的朋友 你在你们当地五味子是怎么称呼的 目前五味子大多都是生产于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内蒙古 河北 陕西 宁夏 甘肃 山东啊 都是可以来进行种植的 目前五味子适合在海拔一千二到一千米左右啊 五味子可以说根性比较发达 种植第二年基本上开始开花结果 三到十年才称为盛产机一亩的产量能够达到三千斤左右的鲜果啊 如果干品的情况下大概是在四千斤左右 而且市场干品五味子的统货价格是在六十块钱一斤 所以说亩产它的净利润能够达到两万元左右 接下来咱们再看第三个 那是夫子 夫子也照草屋啊 其实大家都称之为乌头 现在的夫子在市场上的价格基本上都会稳定在十五到二十五左右一斤 夫子的产量可以说也算可以 一亩地平均能够散夫子一千斤到一千五百斤左右 按照市场上的这个中间价格二十块钱一斤左右来进行计算 进行下一亩地收入大概次的两到三万元 随处这个种植成本需要大概是五千到六千元左右 每亩地可以赚一万到两万元左右 接下来咱们再看第四个重要材种植 那是种植金银花 金银花的它的生命力也是比较的顽强 土质来说可以说没有特别大的要求 而且金银花的它的亩产量 干品能够达到两百斤左右 也因为金银花的价格随地方的这个不同 每年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 金银花的价格基本上会达到一百二十块钱一斤 最低也会达到一百一 也会有的 因此种植金银花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收入 每亩地收入大约是在三万元左右 如果种植六亩地的情况下 每年的收入大概是在十八万元左右 平均一年大概能达到五到十万元的收入 是轻轻松松的 比咱们种植粮食要强很多倍 接下来咱们再看最后一个重要的种植 那是川贝母 川贝母可以说 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们都非常清楚 川贝母也是在我经常视频当中和大家分享的 川贝母可以说它是一个名贵的重要产 目前主要产于西北 西藏 青海 川贝母可以说它海拔生长在2500到3500左右 高寒三区高原 而且不一需要的这个生产 野生资源也是比较多 但是采花的人也比较多 非常的稀缺 所以说导致这个川贝母的价格也属于一个居高不下的一个行情吧 目前川贝母每公斤大概是在2000到5000不等 人工种植川贝母一亩的少益 大概能够达到10到20万元左右 以上呢 就是给大家所分散的在2023年重点发展的其中的五个中药材种植 作为屏幕前的朋友 您呢 你觉得你对哪一个中药材种植比较感兴趣 或者是你对以上五个中药材种植 有没有想发表自己观点的 可以到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简单的落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给我点个免费关注 还是想了解更多的农业方面的知识 请看我其他的视频 下个视频比较更精彩 下期咱们不见不散 拜拜